12月7号 四川 成都 皮都区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卢某某 女69岁 无业 居住于皮统街道太平村11组 12月6号 她因咳嗽 咳谈等症状 前往皮都区人民医院就诊 入院体温36.2度 肺部CT显示双肺散在分布磨玻璃营 12月7号 经成都市疾控中心复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诊断为确诊病例 普通型 已经转运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医院隔离治疗 皮都区发布通报称 四川省成都市皮都区立即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目前已经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及密接的密接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和核酸检测 12月7日上午 四川成都市皮都区人民医院发布公告称 因疫情应急处置需要 医院已经暂停接诊工作 新增第二例本土确诊病例为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卢某某的丈夫 目前两人都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院接受治疗 比典主将 俄隐rico熱症医院接受ayo 大白的费用 水道 omega 灵工ス